广东湛江经济开发区东检镇德老村 周三发生因强拆引发的警民冲突 期间一名少年在手持汽油反抗的过程中 不慎烧伤自己 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从现场照片可见 大批身穿迷彩服的人员 以及手持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戒备 两名村民躺倒在地 地上有多个燃烧的轮胎 还有数量工程车正在产平楼房 村民梁先生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强拆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而在前一天的冲突后 包括其弟媳在内 有两名妇女被警方 以妨碍执行公务的名义抓捕 拘留三天 拆过好多次 昨天拆了七八家 昨天那个冲突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他们警察要几百人了 我们村里对抗的也是几百人这样了 他开了几十部车过来 要拓紧拿枪的拿枪 难搞的也有消防车 要救护车 三部救护车 就是妇女就跪在路边 路中间挡住他们 不给他们进来 他们就想进办法 就把催泪弹 开枪打催泪弹 弃算引擎了 就发生冲突了 抓走了两个妇女 现在还没放回来 昨天他们拆一些那些公安武警过来 我就拿手机拍了 后来给他们看见 就把手机没收了 通过死人才要回来 把我的手机里面 拍到的视频全部上完 才还我的手机 昨天好多人拍 公安啊 武警看到你拍他们 他就抢你手机了 他是怕群众把这个事情 曝光给媒体 或者曝光给社会 打伤了几个妇女 现在激留了我弟的老婆 还有另外一个村民的老婆 是激留三天 有一个少年受伤 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就是村民反抗 可能是拿汽油啊 什么之类的来抵抗啊 因为他们拍 可能就是自己把那汽油点着 就误伤了 现在在淡江市农肯医院里面住院 生命危险就没有 烧伤限制是40%左右 梁先生表示 宝钢集团近年在他们村边建厂 由于涉及污染问题 政府将于金明两年内 对全村进行牵制 由于村民们的耕地早已被征收 但政府以征地面积不到85% 而拒绝发放每月400余元的伙食费 也没有发放征地款 他们只能靠建房 以期获得更多的拆迁赔偿 而这些房屋都被视作了违章建筑 本台记者周四致点 淡江市经济开发区政府党政办 对方表示不知道此事 让记者询问综合科 我想询问一下 就是说在德老村那儿 说是昨天发生强拆 引发的一些冲突 我不知道 你要不打综合科 打那个电话问一下吧 记者随即拨通 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 不过综合科的职员 也称不知此事 并匆匆挂断电话 截至记者发稿前 当地媒体未对有关事件进行报道 部分村民发布在网上的帖子 也已删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杨帆的采访报道